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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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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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龟岛的海里 一定会遇到可爱的海龟大大咯 结果我们在这边放呆到一半 居然遇到了上次一起在花林素系的俄罗斯朋友 果然大海能让大家聚在一起呢 上次在后时尋教也遇到一群美女朋友哦 圆圆看起来这下面好像长满了花野菜 结果下去一看才知道是长得很茂密的软珊瑚 而且这边的软珊瑚区还不小呢 只是中间还遇到这个珊瑚 它上面被一堆掉钩跟掉线缠住了 看了真的很心疼 可惜这次没带到潜水刀来帮它脱捆 真心觉得之前真的要带一下潜水刀 不一定是为了救自己 救海中生物也很方便哦 小丑鱼耶 超级可爱的 不过感觉它还蛮怕生的 一直在奶醉海窥里面躲来躲去 我看起来有没有这么恐怖啊 孩子口算是我们在小琉球下过的前提里面最难走的了 穿了两厘米的潜水袜都觉得胶地好痛哦 然后还有海胆地雷跟珊瑚在浅滩上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踩到它们 走起来更是额外的紧张耶 所以如果要来这边的话 最好是选择浪瓶的时候再来哦 要不然像书童一样 上岸的时候被浪打上来 被斗刮伤了 这样就得不偿失哦 而这边的生态其实就跟后视讯教有点类似了 都比较单调一些 不过听说季节队的话 这边是可以看到蓝眼泪的哦 然后海子口外面 还有一艘沉船叫做正海舰 那边有33米深 流也比较偏大 所以是要船浅才比较适合了 我也好想下去看一下哦 好啦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 如果想要看最新的影片 欢迎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且帮我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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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